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商品乱翻 要不就是不停试穿再试穿 害贵姐得花大把时间整理 自以为花钱就是大爷 指使贵姐坐这儿坐那 一个不满意还大呼小叫 甚至破口大骂 超没水准 故意跟贵姐装熟 甚至假装跟贵姐的老板同事很熟 狮子大开口要用员工价消费 让贵姐非常无奈又为难 明明是自己把东西弄脏弄坏 却硬拗商品有瑕疵 当贵姐是笨蛋 还是以为她在做慈善 动新闻要人尊重要先自重报导